淡水河北侧平面道路一路走来 争议风波不断 而日前最高行政法院也判决 撤销淡北道的环平定业 新北市不得再上诉 而对此新北市也明确回应表示 要让此案进入更为严格的二阶环平 而对此议员参警嫌言表示 如果真的要进入二阶环平 新北市一定要做好准备 因为关于我们这个北侧道路 我们现在的法医院裁定 我们现在要接受去停下来 那么我们现在有找这个 行政的必须党 请给我们的富士党 我们也跟这个做沟通 这个议委我们还补资料 那么新北市政府和务局 现在在关于补资料 议委说欢迎叫我们要做二阶 二阶我们现在补资料给 二阶来通过 就好就可以继续持统 而另一位议员政员则是表示 一届应该要尊重环平法规 如果能够补件当然是罪考 但是如果要进行后续的环平的话 或许等到淡江大桥通车之后 计算交通流量 再来进行淡北道的评估 或许也是另一条可行的办法 我想行政程序上面 如果说可以补资的话 我们就是以补资的程序来办 那没有办法补资的话 我想就是重新评估 就是做一些合乎行政法的一些环平 就是符合环平法的环保评估 这样子我想整个程序会比较完整 我想淡江大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嘛 那这个先做完评估之后 看交流量到底舒缓了多少 然后淡北到处 淡北再来评估淡北吧 淡水的连外交通问题 许多居民都相当关心 而按照目前国内的案例 此案一旦进入二阶环平的实质审查 除了旷日费时之外 要顺利通过几率恐怕不高 而后续交通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 恐怕新北市政府 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思考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